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 是青年文史作家慎旭斌的《活在洪武时代》 副标题是《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 提起朱元璋和他一手建立的大明帝国 我们得到听书和其他栏目 已经有了很多详实丰富的内容 总体上看 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一方面 他是中国封建王朝历代开国君主中 出身最为低微的一个 依靠自己杰出的谋算和沉稳的性格成就大业 但另一方面 朱元璋开创的明朝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保守和拘谨的朝代 更把君主集权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为了巩固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统治 朱元璋不惜在顶层制度方面 做了各种自以为高明 但缺陷多多的设计 并用许多残酷的政治手段来消灭那些可能会危及明朝统治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巩固明王朝的江山 朱元璋亲自从1385年到1387年前编定了一部重刑法令叫大告 大告独立于其他明代正式律法之外 结合了案例罪名和朱元璋本人的判决批示 用以严惩臣民犯罪 弥补现有法律条文的不足 朱元璋还亲自下旨 要求大明王朝加加必备一本大告 并且熟读 但是由于大告所规定的刑罚太重 在朱元璋死后 他就被迅速废止 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 在随后的几百年间 大告变成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真实记录 为后人研究明帝国初年统治的残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更给了作者慎旭斌以写作本书的灵感 正如副标题所说的那样 这本书讲述的背景是朱元璋成为明太祖 统治天下的洪武年间 但主角却不是他 而是那些普通百姓 确切的说 是一些不幸因为犯罪 而被朱元璋编进了大告 痛斥为不知感恩的鱼丸之民 他们的不幸遭遇 暴露出了大明帝国在建立初期 就存在着种种问题与缺陷 而这些问题和缺陷的始作俑者 恰恰就是自以为英明神武的朱元璋本人 可以说最终导致明帝国父王的诸多制度缺陷 都已经在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 随着他一个又一个措施的出台而宣告诞生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 为你讲述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在每个部分中 我们都会来介绍一个大告终的案件 进而来探讨这些案件到底反映了哪些 朱元璋在为明王朝做顶层设计时犯下的错误 这三个案件分别是 反映了明带军事未索制度弊端的始灵之案 揭露了明带货币制度缺陷的羊馒头案 以及揭露了明带税收制度缺陷的陆仲和案 好了 我们首先就来看看这第一个案子 始灵之案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 洪武17年也就是1384年 山西洪洞县有一个普通百姓姚小武 已经和妻子始灵之结婚多年 西夏已经有子女三人 小日子过得平淡安稳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 有个当兵的军人叫唐润山向朝廷申诉 说始灵之是自己的老婆 于是兵部不加调查 随意发了道公文 勒令使灵之立刻从洪洞县启程 前往唐润山的驻地江苏镇江 和这个子虚乌有的丈夫团聚 朱元璋得知之后 极为愤怒 下令把所有参与过此案审理的官员 从刑部尚书王石开始一律触展 听起来大快人心 对不对 但是作者慎旭斌就说了 仔细一琢磨 这案子有很多蹊跷 首先 唐润山一个普通军人 无权无势 怎么兵部就对他的一面之词深信不疑 下公文给洪洞县地方官 明目张胆的拆散姚小五 石灵之两口子呢 其次刑部尚书王石看起来不像个反派 他尽职尽责 把姚小五两口子和唐润山一起带到刑部问话 后来还派人去山西传唤当年给石灵之做媒的媒人和其他证人 准备做进一步调查 为什么朱元璋就对这种行为大为不满呢 作者认为啊 这件案子的实质并不是朱元璋天纵英明替老百姓申冤出气 而是一桩明代军事制度顶层设计缺陷所引发的悲剧 而朱元璋的责任不仅在于设计了这样一个明显有缺陷的制度 而且在于出了问题之后推卸责任杀人灭口 所以作者说 要想了解石灵之案的本质 还得从明朝独特的军事制度 畏锁制度说起 在政治制度设计上 朱元璋对被自己推翻的元朝多有借鉴 其中也包括元代的世袭军户制度 所谓世袭军户制度 就是国家专门拨出一部分人口 规定他们世代以从军为固定职业 不得更改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军户制度 是三国时期曹魏实行的军屯制 明帝国建立之后 在全国军事要冲 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军队屯住据点 叫卫索派部队驻扎 卫索之上有指挥机构叫都指挥司 相当于地方军区 和卫索制度配套的 就是编入军户籍冠的百万军人和他们的家属 根据统计 到了1449年 土木铺之变前夕 明王朝登记再册的军人打325万多人 分散于总数200万以上的军户之中 不可否认 朱元璋实行世袭军户制度的初衷有修养民生的考量 从理论上讲 他既保证军队有固定充足的人力资源供应 又能保障普通老百姓免受征兵的骚扰 此外 朱元璋还命令各卫索军户进行囤田 自行解决口粮 所谓养兵百万 不费百姓一厘米 然而 几乎从建立之初 世袭军户制度的弊端 就开始露出水面了 首先 军户是一人当兵 世代当兵 平时要种地屯田 有了战士 还有随军出征 真的是平时流汗 战时流血 十分辛苦 而且 频繁的劳动挤占了宝贵的训练时间 从而让明代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下降 另外 为了维持冥王朝统治的稳固性 军户往往要离开元旗 前往遥远的卫索当兵 为了防止军户逃亡 朱元璋特地规定 军兵前往卫索服役 还要带上家眷随行 一来 军人可以在服役期间繁衍南丁 为军队提供后备人力 二来 随军的妻子家属 还可以为军人缝缝补补 甚至参与屯田劳动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随军的妻子儿女 可以被卫索拿来当作防止军户逃亡的人质 了解了这些背景常识 我们就对始灵之案 这个小小的冤案 为什么能够发生 有了头绪 朱元璋就是在本案发生的那一年 开始紧锣密鼓的推行军户家属 前往卫索驻地的政策 他规定说 军人如果在原籍居住地有妻子 那就让妻子赶紧去卫索和丈夫团聚 如果没有妻子 那就让军人留在原籍的家人 给他代为物色一个 然后送到卫索去 刚好唐润山在这个时候 从卫索驻地回到了家乡看到了始灵之 原本始灵之小时候被没人定过一门娃娃亲 另一方正是唐润山的哥哥 结果哥哥早邀亲事作废 据说 始灵之虽然已经成家多年 有了三个孩子 但依旧风资绰约 于是唐润山就动了歪脑筋 向兵部打了一份颠倒黑白 无中生有的报告 作者慎旭斌在书中说 兵部在这个节骨眼上 接到唐润山的报告 那肯定是雷厉风行的加以解决 忽略了查证这个环节 毕竟解决军人婚配问题 是皇帝朱元璋亲自在抓的头等大事 等到案子发酵之后 刑部尚书王石就开始了调查 按照元代形成的社会习俗 兄长死了 他的弟弟可以继续和嫂子成家 弟弟死了 兄长也可以和弟媳继续过 这个习惯从元代一直延续到了明代 被称为收纪婚 事实上 唐润山写给兵部的报告 也正是以收纪婚作为自己的依据 所以说 朱元璋之所以龙颜大怒 正是因为这两个点 第一 这个案子涉及他亲自推动的 军户携带家属政策 而底下人居然办得如此离谱 简直是打自己的脸 第二 朱元璋对元朝蒙古人留下的各种习俗 深恶痛绝 认为这是造成明朝百姓不服管教的主要原因 而王石在断案的时候 居然还要拘泥于此案是否存在收纪婚这种小细节 不雷厉风行迅速结案 实在是不可容忍 反过来讲 唐润山坚持要取使灵芝 不惜颠倒黑白的举动 也从侧面反映了另一个严重问题 那就是为所军户地位低下 负担繁重 表面上是光荣无比保家卫国的军人 但实际上 却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为所管理下的军事农奴 在整个明朝社会结构中属于最底层 所以男性军户的婚姻变成了老大难问题 那么在明朝当个军人有多难呢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军人平时为了粮食自己要屯田劳动 但是为所田地的征税率比普通老百姓的农田要高得多 往往辛苦了一年 结果依旧是饿肚子 同时军官对手下的军事却有至高无上的管理权 经常随意压榨军人 强迫他们为自己服劳役 甚至克扣军饷 从而导致不少军户铤而走险 把田地抛荒逃亡成为流民 更悲惨的是 在军户中还有一类特殊的折冲军 说白了 就是因触犯法律被冲军 强行纳入军户系统的普通民众 他们不仅要前往远离故土的边疆地区服役 通常还伴随着家产被超 全家随行 本人虽老迈病重 也不能退伍的严酷待遇 比如明代开国功臣宋莲 家里有一位女性 丈夫被人诬陷 在狱中绝食而死 家中只剩下这个寡妇宋氏 婆婆 以及年幼的儿子 被判决押往云南充军 途中 宋氏年幼的儿子不堪颠簸 也并重而死 但按照朝廷规定 这两个女子依然不能豁免 照旧被押界前往猥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军户在明朝 简直就是贱民的同一词 一般的明户老百姓 都不愿意和军户同婚 唯恐婚姻会带来阶级滑落 所以说 朱元璋引以为傲的军户制度 既没有提高明代军队的战斗力 更制造了千千万万 类似唐润山与史灵芝的悲剧 好了 说完了反映明代军户制度黑暗的史灵芝案 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个案件 杨馒头案 杨馒头案的规模和影响性 比史灵芝案略微大了一点 不过案情其实也很简单 一句话就能说清楚 就是在红五十六年 公元1383年 以江苏沟荣县百姓杨馒头为首的一群人 居然历令致婚 铤而走险伪造大明帝国官方纸币宝钞 伪造官方流通货币在古今中外 可以说都是重罪 朱元璋本人对此也非常震怒 下令地方政府严惩 判决的非常简单粗暴 一律死刑 用朱元璋自己在大告里的话说就是 从当时的明帝国首都南京到沟荣 不过九十里路 一路上到处都是涉嫌伪造宝钞而被处死 视众的嫌犯尸体 然而这种严刑峻法居然没有产生太大的下属作用 过了不到一年 沟荣县再次出现了伪造宝钞的犯罪团伙 让朱元璋非常头疼 哀叹说 呜呼 这些百姓如此余丸 朕实在是找不到能够治理好他们的办法 读到这里啊 可能有人要问了江苏沟荣处于江南经济繁荣区 又距离南京不远 在皇帝朱元璋眼皮子底下 沟荣百姓为什么要铤而走险 宁可冒着沙头的风险 也要伪造宝钞呢 作者说了 归根结底 杨蛮头案暴露的是大明王朝建立初期 另一项重大国策 也就是货币制度的顶层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明朝建立之后 朱元璋就规定 新王朝推行的货币制度是以铜钱为主 这是因为刚刚被推翻的元朝之所以失去民心 原因之一就是在统治末期滥发纸币 但是到了洪武八年 也就是1375年天下稳定之后 朱元璋就下令强行推行一种官方纸币 叫宝钞 和铜钱一起作为法定货币存在 老百姓纳税的时候 也必须是宝钞铜钱一起交 同时禁止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在民间流通 朱元璋强行推行宝钞 给出的理由是民间铜钱倒住猖獗 而且铜钱沉住不便携带 但实际上朱元璋这种顶层设计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求明代中央政府直接严密的控制 全国金融与货币流通 但是明帝国推行的宝钞 是一种没有准备金和等值物资作为后盾的货币 一旦强行进入流通 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 但是对于皇帝和朝廷来说 滥发纸币是一种极容易上瘾的解决开支的手段 手里没钱了 印一批宝钞就行了 把负担转移给人民 那么朱元璋到底发了多少宝钞呢 作者举了个例子 仅仅在1376年 也就是洪武九年 朱元璋一次性就赏赐给军队宝钞五千多万钉 明代的一定等于五贯 也就是五千文铜钱 这么一算不得了 这一次赏赐就相当于朱元璋开动印钞机 直接向整个社会泼洒了购买力相当于两亿多贯铜钱的纸币啊 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样频繁的撒币行动 在朱元璋当政的洪武年间时常发生 比如1390年 朱元璋就分69次 累计赏赐了9500万贯宝钞给陈下 相当于大明帝国两年半的填富收入 朱元璋如此疯狂放水 制造通货膨胀 掠夺民间财富 自然会激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动荡 首先是宝钞这种官方货币购买力的极具贬值 作者举例说 到了洪武23年 票面金额一贯 也就是一千文铜钱的宝钞 在民间市场上只能兑换250文铜钱 也就是票面价值缩水了75% 到了洪武27年 宝钞的购买力甚至跌到了票面价值的六分之一 由于明朝政府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 同时宝钞发行了越来越多 于是民间又出现了另一种奇怪现象 就是新发行的宝钞 比旧宝钞购买力更强 更受欢迎 这是为什么呢 学者们给出了几种解释 首先 流通中的纸币必然会不断损毁折旧 所以就要定期增发新币 从老百姓手里回笼已经损毁的旧币 否则旧钞新钞一起流通 通货膨胀更恐怖 但是 大明宝钞所用的纸张质量一般 印刷的复杂程度和防伪技术也不高明 民间稍微熟练一点的印刷工人 就可以仿造个八九不离十 所以 一种旧版本的宝钞要是流通时间长了 自然是真伪难辨 而新宝钞刚刚上市 伪钞制造者可能还来不及模仿 由于明朝法律苛刻 使用伪钞者一旦被逮住 不论有意无意 一律要杀头 所以为了用个放心 老百姓自然是一窝蜂的去用旧版本宝钞 兑换新宝钞 哪怕手上的旧钞还没有破损 这种需求上的差异自然就导致了购买力上的差异 其次为了强制推行宝钞 朱元璋规定 老百姓交纳付税是宝钞和铜钱一起用 在金额上是宝钞70% 铜钱30% 但是官员们也担心 收上来的宝钞是假币 于是硬性规定 每一次增发新宝钞之后 收税的时候就只认新钞不收旧钞 老百姓自然不能忍受自己手里的财富 被这样定期清零 所以更是不择手段要兑换新钞 从而加速了宝钞的贬值速度 了解了这些事实真相 我们再来回头看看羊馒头伪造宝钞案 就会对这些沟荣县的百姓充满同情 说到这里 还要补充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就是为了进一步剥削老百姓 从洪武13年之后 明王朝就连续多年停止对民众开放宝钞兑换 这就意味着新宝钞只能通过朝廷的采购消费 缓慢流入民间社会 真是远水解不了进口 所以羊馒头等人的铤而走险 确实是一种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最后的自救 到了1435年 明英宗继位之后 宝钞这种已经严重贬值的法定流通货币 实际上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明王朝只好向现实屈服 不再阻碍铜钱在民间贸易中流通 全国的赋税收入也以白银来征收 宝钞逐渐退缩成为一种礼仪性的货币 此后明朝历代皇帝偶尔会用他来赏赐大臣或者军队 以表示恩宠 而在民间 宝钞早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即使扔在闹市的地上 也不会有人留意的废纸 刚才说的两件案子 受害者都是普通老百姓 那么有人会问 老百姓在明朝红武年间朝不保夕 是不是妇人就能活得比较滋润呢 很遗憾 也不是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件案子里 核心人物陆仲和的遭遇 可以说是明朝初年富裕阶层的命运缩影 陆仲和是苏州府吴江县人 他还在红武十八年 也就是1385年 有幸被周元璋在南京亲自召见过 然而 他的罪名非常大 包括潘复已经被灭族的宰相胡卫庸 以及蒙骗朝廷 把本该上交朝廷的赴税粮食据为己有 那么有人要问了 那么大的罪名 这个陆仲和的官一定做的不小吧 然而再一看 陆仲和头上根本没有正经官职 只是一名小小的梁掌 什么是梁掌呢 为了了解这个案情的荒诞与残酷 我就要向你简单普及一下 有关明朝赴税制度的知识 说到古代官府收田租 大家的脑海里浮现的画面 很可能来自古装影视剧 县官本人带着牙翼浩浩荡荡进村 一户户的敲门 让农民把事先准备好的粮食 或者现金拿出来 然后装车拉走 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 明帝国复原辽阔 开国人口6000多万 末期人口上亿 其中90%是农业人口 兴罗其部的分布在全国1427个县 所以说 尽管明朝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僚系统 要对人数如此繁多的农民定期征税 也是力不从心 那怎么办呢 只能用一种间接管理的模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 官僚机构确定税收额度 然后找民间代理人来帮自己收 根据规定 明帝国疆域内的每一个县 都会被分为几十个区 每个区会从民间赋予人家选择一户当总催 也就是相当于本区的税收总代理 总催手底下 会有几十个同样从当地富户里选出来的收队 也就是在一线亲自督办填付征收的办事员 收队要把征收上来的钱粮进行核算 还要自掏腰包雇人 把钱粮送到官府的运粮码头 官府核算无误后 给收队一张盖了大印的收条 这才算大功告成 除了收队 还有一种苦差事叫听戒 也是由官府从本地的富裕人家里选择充当 听戒虽然不用亲自下乡收税 但需要自己雇佣运输队和保镖 风尘仆仆的把征收上来的钱粮物资 直接送到首都南京或者北京去 由于收上来的东西太多 本地的听戒都不够使唤 那就只能从收队里再强行指派几个人 安上一个两掌的头衔 强迫他们成为自掏腰包的运输大队长 和听戒一样压着物资赶往京城 不用说 无论听戒还是两掌都是富人避之不及的苦差事 征收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开支要自己出 征收上来的钱粮如果不足额度 或者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损耗也要自己出 根据统计大明朝每征收一千两百银左右的税收 产生的成本大概就要四五十两 官府不会出这个费用 于是全部都落到民间负责人头上 更糟糕的是 一旦某个富人当上了两掌 就会发现自己是封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一方面要负责赴税的收集和运送 自己承担成本和风险 另一方面 自己又成了官府勒索敲诈的对象 物资送到了 如果不向官府派来的交接人员行贿 就会被挑剔 比如粮食颗粒不够饱满 银两的橙色不够上乘 诸如此类 如此一来 等待自己的将不仅是巨额罚款 甚至有牢狱之灾和性命之用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扭曲而黑暗的现象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朱元璋给大明王朝设计的财政制度 有底层逻辑上的缺陷 刚才我们讲羊馒头案的时候也说过 朱元璋的基本意图 就是要让明王朝牢牢控制整个帝国的经济命脉 为此不惜大规模的开倒车 驱逐已经发达的贵金属货币 利用纸币对金融进行严格的管制 这种倾向反映在明代政府的税收和公共管理上 就表现为限制税收货币化 强调收取实物 严格限制官府发展有商业性质的统筹和管理职能 什么事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推给老百姓解决 这样做官府倒是相对清闲了 可风险和负担都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 再回来看陆仲和案 我们就可以知道 陆仲和本人就摊派上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 还要不断自己垫资的两掌头衔 肯定是战战兢兢叫苦不迭 被皇帝赵建虽然荣幸 但也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在赵建的时候 朱元璋就问着几百个来自江南地区的两掌 说江南地区现在发纳水 你们要帮助朕和朝廷回去勘查农田受灾情况 没受灾的照常纳税 受灾的赶紧往上写报告 朝廷好发赈灾物资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成了什么样呢 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说法就是 以陆仲和为首的一批黑心两掌 辜负了朝廷的信任 他们发动百姓中的无赖 向官府谎报灾情 而且还亲自撰写假调查报告 夸大灾情 试图以此为借口逃税 幸亏在灾情过去之后不久 苏州出了一件官员独职案 陆仲和带头偷税漏税 攀附罪臣胡卫庸的罪行才被揭发 原来陆仲和身为梁长 本该在1385年完成税收粮食1万弹的征收 没想到他最终只上交了700弹 于是朱元璋就武断的判定 剩下的9300弹肯定被陆仲和贪污了 不过作者在书中说 实际情况更可能是灾情确实严重 陆仲和应该征收的税粮 绝大部分已经被减免了 然而调查的官员为了揣摩周元璋的意思 本着陆仲和即使没有问题 也要查出点问题的精神 把这起冤案办成了铁案 顺便说一句 所谓陆仲和攀附已经被打倒的宰相胡维庸 也是子虚无有 作者就在书里说了 揭发者沈庆彤 本身可能是个专门向富友人家敲诈钱财的无赖 他曾三次以同样的理由告发陆仲和 而陆仲和也被迫三次破财免灾 向沈庆彤支付钱财求他闭嘴 这类敲诈案件 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很常见 因为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接连制造了几起针对开国功臣的大案 比如胡维庸案 李善长案 蓝玉案等等 牵涉很广 打击手段又非常残酷 所以有很多人借机泄愤 诬告他人 以求公报私仇 对于这种情况 朱元璋很可能是心知肚明 但也常常只是沉下顺水推舟 来打击地方上这些富家大户 毕竟在他的认知结构里 这些人有财富有人脉 也是威胁帝国统治秩序的不安定因素 作者总结说 朱元璋思前想后 就总结出了打击富家大户的三件武器 分别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 摊派收税职责和制造冤案 以及强制迁徙 在强制迁徙过程中 富裕人家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和大部分财产 但被迫居住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等于把他们原有的社会人脉 网络和影响力连根拔起 自然也就失去了和明王朝进行博弈的能力 正因为有这些密密麻麻 如罗网一样的危险 红五年间的富裕人家 可以说人人自危 他们想出来自保的方法 在今天听起来十分悲凉 那就是忍痛分家 把田产均分给亲族 这样大家都变成了普通人家 甚至贫困户 这样既免除了被抓去当梁掌收队的可能 也让身边那些眼红 觊觎自己财富的人 断了举报诬告的念想 到了红五三十年 也就是1397年 朱元璋统治的倒数第二个年头 偌大一个明帝国 境内的所谓富户 也就是能够拥有700户以上土地的人家 只有区区14341户 好了 这本活在红五时代的大致内容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作者慎旭斌在本书中 还讲述了其他十几个大告记载的案件 可以说涉及大明帝国 建立初年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在其中 有读书人夏伯起恐惧当官后容易获罪 而自断大拇指的剁指案 有让全国中等财富人家几乎破产的郭桓案 诸如此类 不等一族 生动的描绘出一幅红五年间 全国上下人人自危 朝不保夕的景象 比残酷的统治危害更大的 是明帝国整体制度设置上的僵死和缺陷 正如刚才我们分析过的始灵之案 杨蛮斗案与陆仲河案 他们分别体现了朱元璋 为了最大限度巩固明王朝的统治 而在军事货币以及税收制度顶层设计中 所制造的重大缺陷 军户制度 直接把上百万名军士兵 变成了猥琐制度下的建民 战斗力不断下降 在货币制度方面 朱元璋滥发毫无准备金的纸币宝钞 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而在税收方面 朱元璋设立两掌 强制将税收的执行成本 摊派到普通人家头上的措施 造成了财政工作的低效与腐败 这些问题 直接导致大明王朝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 军队和财政在诞生之初就开始朽坏 对于这些宏大问题 生活在红武时代的普通老百姓 可能毫无知觉 他们的首要目标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 艰难求生 熬过一日是一日 如果不是大告 他们的故事可能就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著名历史学家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说 对中国历史略有所知的人 自然会产生一种对以往的温情和敬意 而在今天 读过本书的我们 则应该把这份温情和敬意 献给600多年前 这些在红武时代艰难求生 拥有野草一样 顽强生命力的普通人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门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 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AGAIN 他开始ото获得 如果您能来 订阅